你好 欢迎收看8月10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燕如 花莲市左仓公墓因为使用年限届满 近年来在县市合作之下 陆续在ABC3区进行公告启决作业 而目前除了A区已经完成 BC区也在今年的7月开始陆续进行启决作业 但是周边私有墓数量众多 因此花莲县议会则召开了会议 希望县府民政处能够成立专案协助签葬 进而带动地方发展 那我们现在是依照军长管理条例28条的公告 使用年限的介盘 花莲市左仓公墓临近大花莲生活圈 包括花莲市吉安乡及行程乡 共计有近20万人有关地方发展 近年来在县市合作之下 陆续在ABC3区进行公告启决作业 我想过去在公墓的部分 在花莲市公所已经签账的差不多了 那目前在私账的部分 就是私人墓地的这个部分 有一些难处 我想还是要透过县府的力量 那能够来推动来加速 甚至我们提供了优惠的这个措施方案呢 能够让我们这个私墓的部分能够加速的签 私有墓地如果说公有墓签账完成之后 私有墓的地主他可能也会看到未来发展的愿景 那是不是能够来透过地主 民政处跟地主来做相关的沟通 让这样子的一个速度能够加快 如果真的有一些低收还有一些部分 是不是在民政处能够用一些专案的部分 来解决掉这些比较辛苦的人的一些烦恼 那也能够把这些仙人做好相关的供奉 左仓公墓周边私有墓数量超过 以前做范围相当广泛 花莲县议会专门召开会议 希望县府民政处能成立专案 协助签账 进而带动抵防发展 至于在公墓BC区的部分 施工所则因经费有限 从7月份开始已经陆续分批进行启决 希望能在两年内来完成 记者 徐立琴 华联士报导